我們再來看這個在地的訪問消息 高雄市有一件故事 最近鄉鄉要求學校的學生 上課的時候如果要離開 離開的學校就要掛一個牌子 上面要清楚說 老師說我可以去做本書 是我有這個工作的事情要處理 學生是覺得真沒受到尊重 我們看他學校是侵犯領款 要求學生上課的時候離開要掛通平前 高雄市找到家鄉的學生發起電視 替他學校把他動作歡迎看待 要求學校貼小技行的規定 傻眼 為什麼 因為就覺得很怪吧 就去上個廁所要掛牌一點奇怪 你可以接受嗎 呃 不能接受這樣 不一樣的同學姐一定管閒著 上課期間老師問我去辦公 還是上課期間老師問我去便室 吃的兒子 聽說他學校都不會這樣管理 感覺非常沒受到尊重 學生離開班級 或者是在尋堂的老師 也能夠知道 學生現在目的地是哪裡 那學生也學習到 所以我自己知道 我的方向是什麼地方 學校訪明說 因為這個學生會驚訝本書 或是吹老師 偷看機會不太想看 黑白照 我同學正是有一個方便管理 現在上課期版的階段 既然學校訪明有志義 學校會聽學生意見 進行調整和修正 不過學校一載去 等要求發起電視 學生把網站拿下來 現在又團出要對發起電視 學生進行出份 這部分學校全部都沒有信任 高雄市教育教也因為 新的規定引起學生的環段 要求學校要跟學生進行討論 吹出更好的方式 在這裏修欄創品好跟